这可是出了名的黑匠刚 迷魂阵 那第二位看这事应该如何是好 周天佑谎话连篇 诡计多端 而且有同谋呼应 气焰嚣张 那两个女同谋 也心悸颇深 很有可能再拉拢同伙 联名聚宝 大人 您可千万不能上当 为了防止对方拖延时间 定力光守同盟 大人 你必须火速下手 对人犯施以壮行 让他皮开肉战 逼他着工 先不要用心 就算他摆下迷魂阵 我今我怕什么 他有他的迷魂阵 我自然有我破阵的金针 可是大人 这判断骨肉血亲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如果人犯和他周围的邻居 串通在一起 硬把那周天佑说成是李玉春 大人 您又该如何真别 我自有妙计 你们就等着瞧吧 你能找到当时给你接生的人吗 当时生得急 再说都这么多年了 没再见过他 那就是说找不到他了 是 那么当时你生孩子的时候 什么人在场 这种时候还能有谁在场 我是说你的街坊邻居当中 有没有人在场帮忙 或者你的丈夫在门口等待 他倒是在门外等候 只是他已经去世了 那就是说 没有人能够证明 李玉春是你亲生的了 对吗 当然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玉春确实是我的儿子 那么证据呢 证据在哪里 他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 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 您还要什么样的证据 夫人 您是知书达理的 您应该明白 领养和亲生的区别 我当然知道 但是李玉春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您非要说他不是我的儿子 那么请问大人您 您又有什么样的证据 是 我是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我能有一个办法 很快就能得到证据 什么办法 把你的手指尖刺破 将你们母子二人的血 滴入一盆清水之中 假如他真是你亲生的 你们的血会在盆中融合 如果这血不能融合 就说明他不是你亲生的 不 仅凭一根小小的银针 一盆清水 就可以断定别人的骨肉亲情 这样的事情 我不相信 这可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古法 是圣人所创 本官在多次办案中 曾经试用过 从没出现过差错 不 我还是不相信 大人 您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看 这些 是我们全家的积蓄 别 你要是这样 这血 非敌不可 不 我不敌 夫人 如果你不想滴血 那我只能视同你 默证了本官的判定 那就是说 李玉春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而是我们正在追捕的逃犯 大人 打听清楚了 用的什么办法 滴血 什么 滴血 就是把李夫人的血 和李玉春的血 滴在一个盆子里 看他们融合不融合 看血融合不融合 对 若是融了 就是一家人 不融就不是 这是什么喜气古怪的玩意儿 谁的主意 金大人的主意 说这是古法 叫滴血认亲 滴血认亲 大妹子 出什么事 脸色这么难看 快 快来 三娘 你一定要帮帮我 一定要帮帮我 大妹子 帮你什么 怎么了 他们要看我和玉春 是不是亲生的母子 要我们俩 滴血认亲 又要滴血认亲 还要谁滴血认亲呢 我说的是 以前说过的这桩事情 和你没关系 玉春什么时候被抓进去的 昨天 我让他去找阮子用还钱 我不知道他半路上 发生什么事情 就让官府给抓了去 最可恨的是那个阮子用 他既然说不认识我们家玉春 那官府的人肯定就更加怀疑了 他们一定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 会把玉春跟谁认错呢 难道是 三娘 当年你把玉春抱来的时候 说他有个孪生哥哥 难道是他哥哥 他哥哥是个逃犯 不不 我从没见过玉春的哥哥 那孩子 自从跟他爹回了老家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呀 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说起来呀 我就是个没儿子的命 当年 多亏你把玉春 从月子里救给我抱来 说实话 这十几年来 我真是寒心如虎 非情心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也要给他吃好穿呢 真的 我把他当宝贝一样 捧在我的手心里 这孩子 从小就乖巧 尤其是 他爹爹走了以后 他就像离夜之间长大了 家里的事 书馆的事 都是在张楼 这些年 要是没有这个儿子 我撑不到现在 大妹子 你的心情 我还能不知道吗 这世上 你是最最疼爱玉春的人了 这自己样子上长得瓜 别人硬要摘 谁不疼啊 虽说玉春不是你亲生的 可她在月子里 就跟了你 这就是嫁接的瓜 也早也是根连着根 肉连着肉了 可是大妹子 如果你不去滴血 玉春会怎么样啊 我就是着急这个 我不知道那个钦差大人 为什么那么糊涂 那么固执 我找来那么多人 证明玉春是我的儿子 可她就是不相信 还说口供是不可靠的 非要逼着我们滴血认亲 我要是不滴的话 她会判定玉春是她要抓的逃犯 会抓到京城受审 那可是重罪啊 可如果我要是滴了的话 玉春马上就会知道 我不是她的亲娘 我滴也不是 不滴也不是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事不好办 可是大妹子 我看这都是命啊 这血也许你还是得去滴啊 滴 这一滴 分明会把我的玉春夺走 大妹子 我看未必 你别听那个活动官 把那滴血 说得那么神 这滴血认亲啊 我也听说过 并不能可靠 人家明明是亲生父子 硬使用滴血 给人猜散了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啊 千真万确啊 而且也是那个活动官 干的事 你说这滴血认亲 也许是什么古法 也许真在什么书里写过 可是大凡人只要仔细想想 那书里的东西 能全信吗 可那个活动官 偏就那么离心 偏就那么固执 人家明明是亲生父子 生生的用滴血 硬是给人猜散了 所以呀 这滴血也并不那么可怕 既然亲生父子 他能给人滴散了 那为什么不能把你和玉春 滴在一起了 那至少有一半的希望 能证明你和玉春 是亲生的吧 可另一半的希望 恰恰是证明我们俩不是亲生的呢 大妹子 我看 那就是命了 娘 您能关牙回来了 怎么去那么久啊 官府的人怎么说的 人说什么 您别问了 我给您端汤去 我给您热了鸡汤 不用 我不想喝 娘 你怎么哭了 没有 我就是让莎迷了眼睛 没事的 别担心 婉春 娘头疼得厉害 你扶我进去躺一躺 啊 娘小夕 婉春 去把玉春写的帖子 拿给我看看 唉 哎 哎 娘 这是爹让玉春做的功课 你看这帖子干什么呀 我就是随便看看 你先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笑笑什么会儿 老爷 您说我这么一眼没看见您就烧着 你关键是个你跑哪儿去了 你要把老爷 先生 你到底是怎么把胡子给烧了呢 我睡着了 他烧了 我哪儿知道 那先生 你是趴在油灯上来着 我趴不趴油灯上 关你两个 是什么事 你管事 金大人 魏大人有要事找你 这么完了 你还有啥事 金大人 你是不是又发明了 用烟火来认亲的方法 我睡着了 我愿意烧你管着门 魏大人 你和这个发明家谈吧 我们走 我要谈事 大人 您真的又要发明什么新的断案之法吗 你别听到胡扯 你有啥事 还是为了滴血之事 听说大人要为人犯滴血认亲 真是如雷贯耳啊 如雷贯耳 我跟你说 我老金 老金做事 从来都不同凡 凡凡想 对对对 大人出手不凡 确实是不同凡想啊 比起那位王大人 起码要爽快得多 那位王大人 不仅仅是阴阳怪气 而且和那天大人在大堂之上 见到的那个阮自用阮大公子 那关系可是不同寻常啊 我不知道 大人出来乍到 事不清楚 可这西安府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那位阮公子朝中有人有靠山 这靠山就是刑部的王大人 所以他才敢猖狂至极 怒中无人 连下官都不放在眼里啊 那天 多亏大人狠狠地杀了杀了威王 才替本官出了一口恶气啊 实不相瞒哪 这西安府 渺小风大 上面来的各路大大小小的官员 哪一个也不敢得罪呀 哪像大人您哪 堂堂钦差大臣 拔面尾风 喘口气 珊瑚海啸 跺跺脚地动天摇啊 我这个钦差实际上就是一个奇品的支线 大人真会开玩笑 大人要是支线 那下官就是南山盘司洞里的老妖精 妖精 妖精好啊 老妖精好 大人 下官是特地来向大人求教的 听说大人有滴血艳亲的妙招 如果此法真的灵验 那以后下官断案不就多了见法宝吗 大人 一定要告诉下官其中的诀窍 没什么诀窍 清水一盆 银针一根 直血两滴 只要血脉相通 俺就融了 大人 那如果不是同意血脉呢 那就相反 相吃了 那就是说不合了 你说什么 不合了 那你自己好好想想 大人慢着慢着 没事没事 你帮扶我 大人 司法准吗 准 这都是先贤古法本官实验了多少次了 一试就领 这么说是从来就没有出过差错 这么叫闲闲古法流传了多少年 只要明天李夫人 一道庭 血一滴 你就明白了 对 明天就明白了 那一大人之见 这人犯和李夫人的口供有可能是真的 那就要看明天的第一血血结果 你为何老出汗 下官有多汗之症啊 那你要好好治治身子太痴了 娘胎里戴的是很难医治啊 这就跟血一样是没法改变的 对对对 大人 大人低血厌亲之时 下官能否前去观看 你一定要去 好好长长见 好 大人低血需要什么工具 下官愿意效劳 不需要什么 水盆一个 银针一根 那 没有别的 大人有所不知 此地水硬 恐怕会影响到 低血认亲的结果 不过 下官家中 有一只祖传的浴盆 有软水敌屋的功效 十分神奇 下官愿意明天奉献给大人 供大人断案之用 好 很好 大人 大人 那明天下官就给大人送过来 一言为定啊 送过来 送过来吧 送过来吧 大人 天安拉就不打扰大人了 下官 告退了 告退了 干什么 盆 她的心 一定要合到一起 一定要合到一起 求求你 娘 这么着 你去哪儿啊 你不吃饭了吗 不吃了 我要去衙门 是去见玉春吗 玉春能回家了 我不能去 我不能去 我真的不能去 我去 你去吃我 你去吃我 丢下我们孤儿瓜 我是哭啊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眼看 玉春长大 我就能把家交给他了 怎么突然就被官府抓了去 晚春 娘要失去玉春了 娘 生也罢 死也罢 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晚春 娘有话跟你说 家里的账单 还有钥匙 我都放在包袱里 都锁在那个柜子里 你要把它看好 娘 你说这些干什么 孩子 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 你要学会自己扛着 别老实哭 眼泪 帮不了你的忙 知道吗 娘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呀 我跟您一起去 别玩 你就知道去去去 你惹的事还少吗 娘 不怪你晚春 怪娘 怪娘没关事 没有保护好你 娘就是很担心玉春 怕她有个三长两短的回不来 娘很怕失去她 你如果真想她平安回来的话 就在家好好烧烛香 求你爹爹在天之里 保佑她 便宽 你停安回 娘 娘 娘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看不出什么吧 大人伸手进去磨磨 大人这盆里有机关 看着是一盆水 其实是好几盆 我敢保证 他们的血绝对碰不到一起 有意思 有意思 不过千万要小心 绝不能让姓金的发现 大人放心 闺女都生起来了 自然要把她扶上轿去了 那好 我现在就去见她 你随后跟过来 是 大人 大人请看 这就是下官家中那只家传的玉盆 不错 很好 当心 金大人 水凉 请大人过目 大人 李夫人来了 好 好 我们去 李夫人 本官说的滴血认亲之事 你想好了没有 大人说的滴血认亲一事 明父回去 又想了想 那你如何决定 我想好了 我同意 和我的儿子李玉春 低血向人 把这个年轻人 带上来 娘 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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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让你受苦 让你受苦了 娘 娘看看 你有没有冷觉 有没有热觉 我挺好的 他们有没有打你 有没有打你 娘 我挺好的 您放心吧 您瘦多了 人犯听着 你声称自己 不是周天佑 而是李玉春 这位李夫人也声称 是你亲生的母亲 本官为了证实 你们母子二人的 真实身份 现在要用先贤古法 为你们母子二人低血 来验证 你们有没有骨肉关系 夫人 准备好了吗 娘 我不低血 玉春 我反对 玉春 娘 你怎么能答应 这种荒唐的把戏呢 你千万别说 这样不吉利的话 我要是不同意的话 他们会把你 当杀人犯抓起来 那可是死罪 娘 我宁愿让他们 把我当杀人犯抓起来 我也不低血 孩子 你别说这样 不吉利的话 别说这样 不吉利的话 娘 娘 娘已经想好了 无论如何 都要保证你的性命 娘也想 昨天也有难 他会可怜我们母子 保佑我们 母子平安的 娘 可是万一 好孩子 你刚才说 要跟娘在一起 有你这句话 永久知 这世间 天大地 对娘来的 只有你的平衡 才是最大 只要你能平安出去 娘 什么样的委屈都能说 什么样的委屈都能说 大人 你都听见了吗 只有母亲才会这么说 也只有母亲 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我屡居身上 确实留的是母亲的血 但这并不能说明 我们两个人的血 滴在一盆水当中 必然先喝呀 你这么多的灵力相继作证 你不相信 有这有谋共骨的事实 你不相信 你偏要这样的 人命关天的血缘喷天 就在一个银针上 这 这未免 也太清帅了吧 年轻人 你说的也不无道 但 本官在判案中 多次使用此法 无一差错 本官判案 绝不会冤枉 委屈一个好人 所以 这滴血 是证实你们母子 是不是亲生骨肉的 唯一办法 我已经给你母亲 说明了厉害的心 如果你们是亲亲的骨肉 如何不愿意滴血 如果这滴血 不能证实你们母子 是亲生的骨肉 那只能把你当作官府追捕的人犯 积压什么 你 你这是草菅人命 玉川 我知道你们在追拿逃犯 但那个人不是我 你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我见过你们追拿的那个人犯 在哪 什么时候 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你们在抓我的时候 在一个胡同里 他和我长得相仿 带着一个斗笠 人呢 那么人呢 他跑进胡同了 可当时现场只有你一个人在 那 那可能就是进了某个门了吧 哪个门 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们问过我吗 好 很好 既然你知道我们在追捕这个人犯的时候 你看到过他 而且注意到了他和你长相非常相似 那么我们在抓到你之后 审判你的时候 你为何不提此事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你掩护包庇 隐瞒了真相 第二 你 就是那个人犯 月春 所以 现在只有滴血 才能证明你是不是这个人犯 如果滴血 不能证明你们是亲生的骨肉 那就说明 你就是这个人犯 不 大人 他 他不是 爹 我们爹血 娘 娘 我们不能提 我不能提 我不能提 我们不提 不 我们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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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如果你不提血 那么我们断定他就是人犯 宇春 娘问你一句话 如果低血 要是不合的话 你还认我这个娘吗 娘 我怎么能不认您呢 你真的认我 娘 您是我的亲娘 我不认您 我还能认谁啊 月纯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夫人 到底低还是不低 我低 低 大人 雪合了 合了 雪合了 娘 娘 快看 这雪合了 好了 可以把你的儿子领回家了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娘 姐妹 她 怎么样 有 离开 感谢观看 先生 这人犯是我们找到周天佑和查红丸的唯一线索 总继 咱们办案 是查红丸重要 还是查清事情的真相重要 这 这怎么能分得开呢 当然能分得开了 查红丸就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如果真相不清楚 红丸就是找到了 也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记住我金信书的一句话 任何时候 都不能说假话 为真实的意义 懂吗 放开你的手 大人 大人 不要跟着我 大人 你看 大人呢 这个魏良才 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他机关算尽 还是被我给破了 先生猜对了 盆子里果然有个机关 只是不知道先生是怎么猜到的 这个招并不新鲜 我从小在西班子混了 我懂 这个盆子的名字叫千变珠宝盆 盆子当中有一个机关 只要一翻动 就会出现很多小的隔断 它是透明的 一般看不出来 这样的话 一盆水 就变成了好多水啊 这个黄通判啊 他当时不让我 碰那个盆子的时候 实际上 我已经猜出来了 这样两滴血 就不容易融合了 幸亏我把机关 给拨了回去 让水恢复了原样 这个魏良才 他费尽心机 想让我们把李玉春 当成周天佑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啊 看来这里边有鬼 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了先生 有件事情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什么事 前两天晚上 王淳和魏良才 在一起喝酒了 后来 王淳居然把魏良才 带到先生的房间里去了 王淳也卷了进来 先生 我听说这王淳和阮自用 以及魏良才 他们以前关系就不一般呢 那个玉盆 好像也是动场的 一个特殊装置 看来有的人 想把水搅浑呢 这两个人 哥们就在一起 想干什么呢 我们的人发现 李夫人去了 王三娘的府上 李夫人 李玉春 周天佑 看来还真有瓜葛 先别惊动他们 鱼不上钩 咱就别拉声了 明白明白 大人 大人哪 我说是他 不可能和 大人 大人 闭上你的乌鸦嘴 都是你干的好事 说是不能和不和 不能和 说的是天花乱坠 信誓旦旦 你 现在怎么又和了 大人 他明明是不能和的呀 大人 你看 他们是不可能和的呀 现在看还有什么用 哎呀呀呀 夫人的病不大血 我给夫人开一遇药 这样几乎就好了 好 谢谢您啊 好 请 谢谢 先生请坐 您看我母亲的病重吗 夫人的病是心病 公子 您母亲最近可遇见什么事情没有 倒是遇上一些事情 是官司 夫人体质很弱又劳累过度 很显然夫人心中 定有什么难解之事纠缠不清 更确切地说 像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机遇太深 又有外力所压才得此病的 但您看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 我治了一辈子的病了 这心病是最难治的 药物只能治人体血脉 很难解开人心中的疙瘩 小公子 我看你像是个聪明人 一定能知道 怎么样才能让你母亲开心的 好 我明白了 母亲 你醒了 叶春呢 他送郎中出门了 你要不要喝水 我喂你一点 扶我起来 娘 您怎么起来了 不碍事的 对了 郎中怎么说了 郎中说呀 您的病不要紧 吃两副药就好了 晚春 你先出去 我跟你弟弟说几句话 去吧 好 宇春 宇春 嗯 坐 好 娘问你 官兵为什么把你抓进去啊 嗨 我也说不清楚 我就在一条胡同里走着 这当兵的看见我 就把我给抓进去 你一定还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你告诉我 究竟为什么把你抓进去 我听他们说呀 好像是说 我跟一个什么逃犯 长得像 什么逃犯 你见过他了 你见没见过 见没见过告诉我呀 宫堂上的时候你 娘 我见没见过 您也用不着这么紧张 您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想知道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跟你长得很像的人 没有 我没见过 真的 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 娘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会连你 也知道有一个人跟我长得像吧 这怎么可能啊 天底下 哪会有人跟你长得很像的 不会的 可是 确实长得很像 要不然那些当兵的 为什么要抓我呀 哎 对了娘 那个当官的说呀 和我一样的 和我长得像的那个逃犯 叫周天佑 是从山西舞台一个什么监狱逃出来的 哎 哎 娘 那 那 当官的 他还问什么了 他还问我 认不认识一个叫周 周仁瑞 周仁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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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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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